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是是 那当然肯定大了 96年的时候呢 我本身那还很年轻很小 我上大学 刚上大学 那时候我应届毕业生 嗯 哎呦 一下把我年龄实际翻出来了 挺好 没问题 哎呦 那个时候的梦想 就像有 有一 不是 有家照相机 然后那个有足够的盘缠 有保护自己生命的本领 去周游世界 这就是我的梦想 现在这个梦想执行到什么程度了 海鸥相机有过了吧 哦 相机都不用说了 而且这样现在的工作 其实天哪还美的到处走 也是这样 但是唯独脱不开的 就是说 我们不可能像当初的梦想一样 一个人节安一生的独自面对这个世界 是不可能的 很多人怀疑宗火爱是你指使的 只有魏国瓶信任你 你的内心有没有一丝丝感动 没感动 我觉得他该信我 就该信我 凭什么不信我 没有理由让他去怀疑我 我相信他觉得我还是一个江湖当中这个仗义的人 这是魏国瓶看穿着我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义无反顾的信我 聂宝华来说的话 集团老总 但是坏也没坏到家 还有善良的一面 也是他作为一个相对来说的反面角色 是他的忌伴 有情有义 对电机场有坚持 对兄弟有情有义 对妹妹更是不顾利益的守护 是的 所以我说 他的这个善良 有情有义 是他作为人 极极好的一面 但是也是作为这个角色 地端的一面 他要真是那么狠 他可能早就不这样了 是吧 对聂宝华有弹幕反馈吗 我不可以想象 是吗 那还挺好的 不清楚 陈宇斯这个妹妹也是第一次合作 与她合作下来 给你什么样的感受 戏外 我首先记得她很会游泳 很爱游泳 游得不错 她戏外 其实 我觉得她很 特别符合 这个聂小雨 我们也能看到 身上有些拽啊 有些的这个 男孩子气的这种东西 但是如果大家能看到点影子 我也感到开心 老聂 是这样甚至想丢掉 这个丢掉这个东西 觉得 不至于 就是她 就是 是同爱的妹妹 当然哪至于 所以我说这是我 作为一件 网络来说 最后的一个支柱 一根救命稻草了 我得抓住了 说实话 这个点很戳人的 一下子区别于其他反派 会觉得她还是有人性的 谢谢谢谢 我还记得那场戏 她说一个妹妹 换一个项目 值了 怎么样怎么样 说一些很过分的话 我的台词只说了一句 赵公子 您这个玩笑 可真是醍醐灌顶 这是原来的台词 我说不出来 我才演成了 后来现在大家也许看到的 喝啤的吗 喝吗 可以了 别瞎开玩笑 要不是你赵公子 换别人 我早弄死他了 第二次和报道合作 你觉得和在警察荣誉的时候 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可能之前也合作过 大家之间并不用太多的这种去 就剧情啊 就很多东西呢 太多的去商量交流什么的 大家简单的一说 还是有一定的默契的 包括也是看了一点点 咱们这个她是谁 我能感觉到 我能感觉到她 比在这个 《警察荣誉》里拍的这个 故事的质感来说 更偏 即时和电影化一些 报道说 DV导演特地跟她说 在警察荣誉中 没有体现出赵阳的帅 在聂宝华身上 让她尽量体现出来 这个我听着 就特像丁导说的话 你知道吗 以后如果我还能遇到这个机会的 我更会就是说 满足这个丁导说的这个 包括这个报道的努力 我应该让你聂宝华再瘦点 就帅了 听说您为了聂宝华还健身了 还留胡子了 对是留胡子 但是周期在那 它不可能一下就变得那么瘦 这也是我看到的时候 说那个时候应该 再跟自己死磕一下 明接演作品的原则是什么 在看中一个角色 他是不是有思想 他的思想是不是受人尊敬 我说的这个 受人尊敬的一个思想 不是一个人上来就觉得 这个人一尘不便 是经过很多事件 事情的发生刺激影响 在关键的时候选择了 让大家为之尊敬的一种行为 这样的人让我就觉得喜欢 我就发现您一个有趣的阶系规律 演完一个反派 下部戏就要奖励自己一个警察的角色 您自己发现这个规律了吗 这个可能也是无意当中的一个安排吧 刚好有一个警察找我完了 就是一个反的找我 或大或小 我觉得也挺好 插一插 换一种 整天都是警察 天天都是警察 我倒也还行 我倒也还能接受 但是就怕说真是演到心里觉得 天天余地有点太重复 那您喊喊话 还想演什么类型的 你比如说可以让我演一个 正常点的生活中的艺人 别动不动就是一个犯罪分子 然后要么就是一警察 这么极致 现在还没有吧 听说您现在拍的戏又是演警察 对 这戏拍到什么进度了 快拍完了吗 没有我们刚开始 那有没有再接下一个角色呀 为这个结束自准备 也有 对 就是老改吃饭嘛 对于这次解锁聂宝华 这种灰色地带的人物演绎 有什么新的感触吗 无心插柳柳成音 有心灾花花花不开 就这感触 最后请用聂宝华的语气 和大家推荐一下她是谁吧 大家好 我是演员赵阳 也是优酷正在热播的电视剧 她是谁中 聂宝华的扮演者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我们的新剧 她是谁 我是聂宝华 我在她是谁里面 让你 我们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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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集完